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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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不想說 我們就這學期了 後面兩節 來稍微講一點 有關於天體兩側的部分 然後這部分 當然會多多少少 有一點點數學 但是我們數學 有些不用算得太深入 讓大家大概知道 它的簡單的算法 是大概怎麼算 就好了 那首先呢 我跟各位講 量測任何天體 其實在西元前 就已經有人可以量出地球的時間 那它怎麼做 以前並沒有太空船 可以飛到地球之外 回頭看地球 然後知道它原型 該怎麼去量出來 我們都是在陸地上 我們也沒有辦法 站在高山上 直接可以看得到整個弧度 然後去測住 測住它的自己 沒有辦法 那到底是怎麼做呢 所以我們要在測量天體之前 要先從自己本身的地方先測量起 再逐步近處去測量 再來越來越遠 到現在可以測量 至少是地球 那個宇宙目前的距離 已經可以精確到 宇宙最遠的 現在我們能夠測出的 宇宙的 假設以地球為中心 向前向後 向左向右 向上向下的半徑 天體是大概400多億光年元 那最遠最遠的天體 它的 我們能夠測出 現在就是說 可以從 看到最遙遠的天體 然後去測量 有可能我們現在的 宇宙的年齡 大概就是137億年的年紀 年紀是137億年 宇宙的距離是400多億光年 什麼時候用年 什麼時候用光年 請記住 年是時間單位 光年是距離單位 所以我們現在能夠測出的半徑 是400多億光年 OK 但是我就說 這個怎麼來 一定要從最近處的開始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先從地球半徑 我們地球半徑怎麼量 以前在埃及時代的時候 就可以量出來 那它怎麼量 它其實是有一隊 那時候有 等於說 在埃及的 幾乎埃及的那個位置 差不多快接近赤道附近 然後呢 它當時組了一隊人馬 一直往北邊走 走了將近可能500公里左右 然後加到中午的時間點 太陽幾乎在 從地球的北到南的這個子午線 我們叫子午線 也就是從最北極的點 劃到最南極的點 這一條線叫做子午線 那當然通常我們會講說 叫中天子午線 中天子午線 那中天子午線 的時候 同時開始測量 今天 在比較靠近赤道這個地方 跟已經往北走了 大概500公里遠的這一隊人馬 同時觀察一些東西 不是同時觀察一個 觀察他們當地的某些東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圖 假設呢 假設呢 假設這個是赤道 那我們現在假設是往南走 這個是赤道 太陽正好直射赤道 OK 那這裡有一口井 有一口井 那我們通常井 一定是垂直地面挖下去的 對不對 我重新再畫一個 你給我一看好了 用畫 因為剛剛我們是用鞋的 我們挖了一口井 這一口井一定是垂直地面 對不對 也就是呢 它既然是垂直地面 那你把它往裡面延伸 一定會穿過地球的直 最核心 可以嗎 那如果正好某一個 中午正好直射 假設這個地方叫赤道 直射赤道 那你的那個頸的底 是不是會曬到太陽 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那現在呢 我說它有一隊遠征的人 直接朝南或直接朝北 假設走了五百公里 這時候走了五百公里之後 它插了一隻 一公尺的竹竿 我們就在我們中國的講法 那個竹竿就叫做錶 了解嗎 它但是就是一個竹竿而已 那這個竹竿 我們一定是垂直插在地上 那垂直插在地上的結果 也就是你把它往下延伸 你會延伸到地球的最中心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但是問題是 來喔 看喔 陽光 這樣子下來 以至於這一公尺 的桿子 它至少會 因為陽光嘛 這樣子下來 所以是不是會產生 一小段的影子 在這裡 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好 那接下來怎麼算 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一條線 陽光 總的線 畫一條 跟這個陽光 直接塞到 井底 這條線 是不是平行線 是 是吧 好 是平行線的話 接下來 剛才這個桿子 因為我說這個竹竿 它垂直插到地上 虛擬的延伸到地心 這條有沒有像 有點像是我們在數學上 兩條平行直線 隨便畫一條 那 這個角 都會沒有這個角 對不對 會嗎 所以也是一樣喔 你看喔 這個角 就等於這個角 有 有沒有問題 OK 所以呢 最簡單的算法 最簡單的算法 這個角度知道 地球的圓心 三百六十度 對不對 然後呢 我隨便舉例啦 假設它是十五 好了 這邊走了五百公里 那這邊呢 整個圓周應該是多少 也就是 三百六十度分之十度 就等於整個圓弧 圓弧 圓弧 我們要用什麼 好 隨便我們用X 整個圓弧 不知道 上面的十度 它佔的弧 是五百公里 那X算不出來 算不出來 三十六分之一嘛 等於 五百的三十六倍 就是 地球的圓周了 可以嗎 地球圓周算出來 那我們就是圓周 就等於二拍 等於 一個尺 這個圓周 我們已經知道 已經算出來了 排 3.14159 就知道 那 把它算出來 算不出來 半斤就算出來了 可以嗎 有沒有 所以 說穿了 還蠻簡單的 但是 以前要想到這一塊 不簡單 對不對 而且就是說 那個什麼 當時的 當時沒有手錶 但是你一定要能夠很 常常在觀測那個星星 或者是太陽 你今天 應該主要是太陽 在白天行進的時候 你要怎麼能夠確認 你正好是一直往北走 或者一直往南走 可以嗎 你不能往東走 不能往西走 因為那個情況很不一樣 主要是往北 或往南 然後太陽的紫色方式 就不一樣 OK 是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算出這個 地球的圓周跟半斤 而且當時算出來的誤差 其實不太大 但是我忘記它的 它的誤差細節到多少 絕對不會誤差到5%以上 所以已經算蠻精準的 在埃及時代 也就是西圓球 或是吧 它可以算出來 好 地球半徑 這樣算得出來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往外 往太空推了 往太空推第一個 我們會先算誰 對 月球距離 我們先算月球 當然 可是當時不知道 月球距離不最近 但起碼 我們看它在天空上移動的 也蠻快的 有沒有 在天空上移動蠻快的 當然太陽也移動蠻快 那個什麼 那個 月球也移動蠻快 但是太陽不好觀測太亮 那起碼月球還蠻好觀測 而且呢 你知道嗎 那我們接下來如果要算月球的 直徑 圓中 或是它的大小 我們要靠誰來做基準 要靠地球來做基準 可是靠地球來做基準 我們應該在選在什麼時候 那地球來跟月球比較 我們地球在我們的腳下 我們怎麼去拿一顆這麼大的 去跟月球比較 各位覺得應該選在什麼時候 想想看 因為我就說我們地球先測量出來 我們接下來往外推去算的東西 一定要自己的 剛才算出來的做基準 再慢慢往外推 往外推 所以 你覺得 各位先想一下 如果你是最早那時候的科學家 你怎麼去思考 我們地球算出來 但是我要把地球拿來跟月球比較 請問我要怎麼算 請問我要怎麼算 在哪個時間點來算它最好看 或者是這樣 因為我們 我們看 我再給各位提示 我們看我們的腳下的地球 你沒辦法看到它的全貌 了解嗎 我們無法看到地球的全貌 我們在哪個場合 當中是可以看到幾乎地球的整個全貌 或輪廓 然後可以來跟月球擺在一起做比較 很好 答案就是月時 沒錯 就是月時 來 月時的時候 地球的影子會落在 月球的軌道上 但是 基本上我們這個是看不到的 了解嗎 我們只能看到地球的影子落在月球 把月球蓋了一點點 可以嗎 OK 好 蓋了一個弧度 所以重點 我們就要藉由月時的情況 先來算月球 地球在這個地方 落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跟月球一樣 距離我們現在觀測的角度 一樣遠嗎 我們只要知道 月球跟地球的比例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從剛才算出來的 地球的圓周 或半徑 去補量到月球的圓周跟半徑 了解嗎 那這個東西 有一點點複雜 OK 這個東西就有點難算 基本上 我們說穿 我們只看到這樣子 是不是 在月時的時候 我們大概只能看到這樣子 這樣的情況 這邊是這樣 螢幕度 我們只看到這個 我們怎麼去算 這就有點複雜 其實 我簡單的講 其實它是要想辦法 你可以畫一條紙線下來 它的真正確的算法是這樣子 你可以把想這邊有一個切線 這邊有一個切線 OK 然後 這邊 直通圓心 這邊是直腳 這邊也是直通圓心 這邊也是直表 這邊也是直腳 這邊也是直通圓心 您可以把直腳 只到這個只腳 去算出這一個圓大概是多大 以及再利用月球的這個弧度 去算出整個月球 大概 其實有時候算不出它真正的值 但是起碼也能夠算出這顆圓球 跟這顆圓球的比例 可以嗎 只要我們能夠算出這個比例 那因為剛才地球的直徑我們知道 它是不是可以用比例的方式去算出這一顆圓 可以嗎 其實這個是算得出來的 但是我簡單的稍微講一下 比如說這個角度是A 那請問這一半是不是2分之A的角度 對不對 然後又看這邊 我們先看裡面地球的這個圓球 這裡距離 假設是 這邊假設是B 那另外一個這邊 月球 這邊是C OK 那我們先不要管月球 我們先管地球 這一段 然後假設它的半徑是R 那這一段 就是R-B 那這一段 就是R-B OK 然後呢 這邊角度是 那個什麼 2分之A 所以你就可以用 這叫cos cos cos的2分之A角度 等於R-B 它就可以算出這一段 這一段長度 就是 這個角度 欸 角度 如果這個角度 你知道 cos 你用計算計打 就可以打出一個正確的值 就可以算出這個比例出來 OK 好 那我只是簡單的先提到這個 不然越講後面會越複雜 反正你只要把握一個觀念 這種東西是算得出來的 那算得出來 就起碼能夠算出這個圓 跟這個圓的比例 那因為地球的影子投在月球的軌道上 所以這個圓的大小 跟我們的距離 跟我們觀測者的距離 以及這個月球的 跟我們的觀測者距離是一樣的 都在那個位置 它的比例分得出來 分得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分得出來 它相對於我們真實的地球的比例 應該是多少 可以嗎 所以以這樣的比例方式 我們就可以算出月球的圓周跟距離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距離 我們只是說 現在知道這個影子投在月球的軌道上 地球的影子投在月球的軌道上 跟我們觀測者的距離 是跟月球 因為也在它的軌道上 任何觀測距離是一樣的 那我們根據影子跟月球的比例 你把它如果拉到 我們現在觀測者的角度 月球 那地球的大小 就是我們現在的地球大小 那月球應該是在這個比例上 是多大 可以嗎 就是它實力的大小 所以月球大小知道 月球大小知道 距離就無聲的暗示 物體距離我們近 我們的視影就大 就是我們叫做那個什麼 那個視插角 視插角 就大 所以我們 我們的眼睛 在看各位 我怎麼能夠分 我們兩個眼睛 兩個眼睛怎麼去分辨 各位跟我的去近更遠 就是看視插角 我走近一點 我的那個 看各位兩個耳朵的 視插角 就比較大 可是我遠離一點 視插角就變小 是我們人就是依據這樣 所以有人說 如果有一隻眼睛下掉 你就很難判斷那個距離 或者是 當然不要說真正下掉 各位蓋住一隻眼睛在走路 有時候你就很難去預測 那個遠度的距離 OK 所以呢 那就很好啊 我們既然知道月球的直徑了 我們也可以從 我們地球到底看出去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看到月球 大概是 月球大概 我們 再問一下幾個問題 大家還記不記得問 不知道是在哪一學期有講過 有出了一個問題 那我順便再重新問一下 看各位 月球高掛在天空當中 我們地球上看它 這邊是一個假象 我們也稱它叫做視直徑 視直徑是幾度 我們用幾度 好 視直徑是幾度 來請各位猜猜看 我們看各位平常的觀察如何 我們在看月球 我們現在看天上的月球的大小 你覺得視直徑 1 0.5度 2 1度 0.5度 3 5度 4 10度 5 那個要什麼 15度 6 30度 然後 7 60度 好 到這裡就好了 各位先想像一下 你平常的觀察 好 每個人都要表決一下 好不好 請問 認為是0.5度的請舉手 好 2 4 5 6位 請問是1度的請舉手 好 1位 認為是5度的請舉手 2位 認為是10度的請舉手 沒有 15度的 沒有 30度的 沒有 60度都沒有 正確答案是 0.5度 很小喔 0.5度很小 所以 今天 我們就試 到底多大的直徑 放在多遠的位置 可以讓我們看到是 0.5度 那也很簡單 5 還是算0 各位看到 我們先畫一個比較極端的 假設我們看到月球可以是這麼大的 這邊是0.5度 這邊是0.5度 當然我畫得比較誇張 我畫得比較誇張 所以這邊是不是 0.25度 可以嗎 月球的半徑 你知不知道 剛才我們已經半徑算出來了 因為我們就說你要一步一步推嘛 首先我們已經知道地球的直徑 我們知道地球直徑之後 實在是因為利用月時的情況之下 算出月球的直徑 所以月球的直徑知道了 啊 知不知道 啊知道了嗎 我想要算這一段 就是 等於說我們跟月球的距離 那就是用什麼 這個就是用tangent 數學還是tangent tangent的0.25度 就等於 r分之這裡是 我們用大r代表正確的距離 r知道了 你拿計算機大 0.25的tangent 數字繃著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知道的月球半徑 除以tangent 0.25度出來的時 是不是就是 月球的距離我們的距離 可以嗎 這樣了解吧 所以你看 我們就因為這樣子 推推推 起碼 現在不只地球的直徑知道了 月球的直徑知道了 月球的直徑知道了 我們的距離也知道了 可以嗎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講 這種 如果你都只是靠一種推法 一直推過來 你一個推一個 一定會有小些許的誤差 第二個再推第三個 也會有小許的誤差 但是每一階段小許的誤差 你相乘下去的誤差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事實上我跟各位講 後來慢慢的會有一些技術 會慢慢的不斷的去佐證 甚至就是說用好幾種方式去驗證 是不是這個數據 OK 我也只有一種方法去驗證 那但是呢 我要先跟各位講 我看一下你們接下來投影片 這邊這個就剛才寫了 那另外呢 跟各位講一下 在阿波羅十一號 十五號 十四號 十五號 講過嗎 阿波羅十一號就是阿姆斯狀 跟那個法治埃國 他們登上了樂圈 不只還有十四號 就是艾林謝波德 跟另外一個登樂艙的駕駛 兩個上去 還有第十五號 十五號昨天我們有稍微講過 那個後來回來當神父 那個叫做吉姆歐文 跟另外一個 剛才講的史考特 史考特 我就說他們 他們後來有蒙上了一個 有點像那個 商業的那種 就是土裡他人 他叫土裡 就是幫他帶郵票上去 那回來之後 那個商人說 你可以留一半郵票自己用 那我另外一半郵票拿來賣 因為這個郵票已經走過 越窮一趟了 他就很實情 就是這樣子 沒錯阿捷國後來 因為在韋式電視訪問當中 這個史考特跟那個吉姆歐文 他無意之間講出來 講出來之後 結果後來那個什麼 包括還有 我說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叫島下的那個 島下的巨人還是什麼 他那個做了一個雕像 瑞士人做了一個雕像 結果那個 所有的當時的那個 美國很多人都 對這兩個太空人 都一直在大力的踏發 認為說他們是在土地上的 只不過後來我說吉姆歐文 當了神父 當了神父之後呢 大家就覺得神父是完美無暇的 不會有任何的犯罪 所以所有的過錯 全部歸在那個史考特身上 結果那個史考特從此真的 就沒有再出過任何太空人 就因為這個 叫做郵票首日風世界 還有一個島下的局 這兩個世界 所以很可能 那但是就是說 11號、14號、15號 這三艘的太空人 都在月球上 放了一個反光板 雷射反光板 我們就可以去測距離 怎麼測 首先你當然也一定要有個 夠大型的望遠鏡 然後呢 你現在可能 各位想想 就拿一個雷射 雷射 當然這個雷射 比我們指星星的還不夠 一定要夠強的雷射 然後朝著月球上射 然後你就仔細看 你也許能不能瞄 瞄到一個反光 誒 確定你已經瞄到這個反光板 你可以看到那個光 回傳回來 好 你確定那個角度對了 重新關掉 重新 一開始按 就開始計時 然後你從往遠鏡看 看到那個反光板 出現一個亮光 就代表 光線 去 又 回來 所以你看到那個亮光 趕快把馬表按住 當然不是真的用手按 它有一些機械式的去測 可以測得量準 所以就可以測說 我光線 去 回來 花了幾秒鐘 那 光速 是每秒 三十萬公里 就用這樣子 來回的時間 處理 就是單趟的時間 然後再乘以 一秒 要跑三十萬公里 然後後來 如果精確測到 三十八萬公里 OK 但是呢 三十八萬公里 後來慢慢 隨時在偵測 發現這個月球 不是正常的軌道 不是以 圓 圓形軌道在繞 有時候近 有時候圓 OK 所以它就可以去做個平均 甚至 常年在觀測之後 發覺月球 每年 大概 三公分的速度 每年三公分 遠離我們 遠離我們 OK 所以當時有在推測 如果我們 倒回來 在 宇宙早期的時候 可能月球 跟我們的地球 非常接近 所以繞第一週 可能只要六個鐘頭 OK 所以 那個 蘇仁欣老師常常會舉例 所以當 如果當年 中秋節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在烤肉 一定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你想想看 烤個肉 那個 它叫 越出於東山之上 是 越從東山之上 噴射起來 然後 三個小時 就要落地了 然後三個小時 在黑夜 在另外一個黑夜 當中 所以你烤肉很快 三小時之內 要趕快把 那個肉烤完 不然 月亮已經下山了 OK 所以 現在有了這個 雷射反光版之後 我們就可以更精確地 測出 地獄 集結樂趣 OK